新闻脱口秀 故宫第三代魔印传人沈伟先生去世 年仅55岁 是啊 英年早逝令人心痛 而他30多年以来 前线钻研的魔印绝火 如果说没有传人 很有可能就此失传 很多人是从前些年爆红的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里边认识沈伟的 也正是这部纪录片 让故宫的顶级文物修复师们 第一次走入到大众的视野 而提到魔印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 魔印其实是和古书画的复制联系在一起的 故宫的文物专家们不但负责修复文物 还从事文物古画的临摹复制 对 而这个传统 其实从唐宋时代的画院就已经开始了 正是因为唐宋等后代画师 临摹了大量的古书画 后人才能够看到唐代以前 诸多诗传名作的样貌 所以故宫书画复制组的专家们 他们临摹一幅清明上河图 大概需要用十年的时间 魔本也成为珍贵文物被故宫博物院收藏 而这个印章作为古书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复制中是尤为的重要 审伟和师傅们一辈子所研究的 就是这个最后一个程序 我们来回顾一段纪录片里的内容 之后最后到亲印才算打工告成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如果这个亲印盖不好 前边魔画的所有功夫都白费了 所以魔印也可以说是古书画修复当中 非常特殊的存在 对 审伟生前曾经说过 他说他的工作其实绝不能出一丁点的差错 工作三十多年的时间了 审伟雕刻纺织了一千多枚古印 而在临摹的书画上 他盖了上万个印章 真的是没有出过一点差池 是啊 方寸之间大有乾坤 我国印坦有南城北京的说法 其中北京指的就是北派状况的代表人物金玉民 他也是新中国故宫博物院魔印的开创者 这金老师呢只收了一个徒弟刘裕 而审伟也是刘裕培养的唯一弟子 对 所以就是故宫魔印真的可谓是三代单传 而学习的过程很难 刚开始做学徒 审伟是从磨石头 磨具 磨刀开始的 这个其实就要花上一年的时间了 而磨完刀子去写那个转字 又写了两年 这才能够摸到印章 学习转课技法又是两年 一共五年才算是正式出师了 访课完成一枚古印 其实磨印工作才完成一半 在复制书画上那最后的一概 才是胜败在此一举 为了和原作上的印章一模一样 它会自己配置印泥 调制出和原作印章完全相同的颜色 为了找准盖章的位置 也会用正式细细测量 分毫不差 而且盖之前还要去研究一下 纸张的质地 纸的颜色深浅 那个盖章时候用的力道都是不一样的 盖面小小的印章居然有这么多讲究 审伟说过 尤其是那种力道的掌握 可以说是磨印的绝活 靠一代代师徒的口传心授 这就是所谓的匠心 对啊 几十年练成的独门决议 审伟生前最担心的就是找不到徒弟 而在前些年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故宫的下一代磨印传人会在哪里呢 虽然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以后 报名想来这工作的人数多达数万 但审伟并不确定这些狂热的粉丝 能够忍得住这里的寂寞 是啊 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 与世隔绝般的寂寞 还要忍受职业病的痛苦 比如说审伟生前就是颈椎病 腰椎病缠身 而他的师父刘裕 也是因为用眼过多 换了严重的眼疾 注定一生寂寞的事 也如果没有 痴迷和热爱是没法坚持的 一旦踏进这个大门 就是一生的诺言 就要承担起坚守和传承的责任 择一世 终一生 有消息说 沈伟先生在生前 一直没能如愿找到 可以传承这项非遗的故宫 第四代磨印传人 而就算是找到了 这短短几年的功夫 恐怕也没有办法学到 他一生的绝学 这种传统工艺的口传心寿 往往是需要十几年 甚至是数十年的光阴 也许这将成为一个永远的遗憾吧 对啊 文物都是宝贝 是我们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而对待文物呢 必须是要精心再精心 而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呢 就有一点意外了 有人居然拿文物当洗衣板 而且一用就是四十年 也不怪人家 正所谓不知所不怪也 是这样啊 最近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文馆所呢 收到了一块刻满文字的清代石碑 对 而这块石碑据说藏在一位 村民家里边当洗衣板 用了四十年之久 哇 这块清代石碑的主人呢 是七十二岁的熊志根 他是土生土长的双流胜利镇人 说到这块洗衣板 其实如果不是最近邻居的一句话 可能熊大爷绝对想不到说 哇 原来它竟然是一块百年古碑 这其中的故事真的是一波三折 因为生产的粘子多多 粘到了 粘到了我就不晓得是咋子 我就拿去洗衣板 已经四十来万年了 当时我发现这个碑的时候 但是有字 但是我不晓得搞不懂 这个不晓得是有没有的价值 基本上我就听到人家说是 你这碑有价值 这个古董 我就把小的文物管了 这块被当成洗衣板 用了四十年的古碑被发现后 一下到了双流区 胜利镇人民政府 6月25号 这块命运多传的古碑 故地重游 从这块古碑上 能清晰地看到 光绪五年和成都府双流县的字样 字均为繁体 大部分字迹已经模糊脱落 所以记载的到底是什么 小记和居民都是外行 还是来听听 双流区文管所的工作人员怎么说吧 我们现在看上面这个文字的话 它主要是记录了可能有几件事情 一个是和一些水租 因为它上面写得很清楚 还有一个它和这个次长 因为这个设计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新饭 原来的新饭 还有双流 一些租水 或者说一些别的一些地方 是不是有关系的 据文管所的工程人员介绍 古碑上面所记载的文字内容 对考古和民俗研究很有价值 因为这种背的话 来穿着厚实的话 它无论是从它的这个 出发的艺术价值 还有说这种历史价值 因为我们都要等到厚实去解读 目前这块背的话 上面的文字的话 就从简简单的来看 因为我们还无法会获取更多的信息 因为等到天清了以后 把这块背取回去 要进行脱编 请相关的专家 对北温 北温本身记载的这些事情 要去把它弄清楚 家中藏着宝 每天还拿着洗衣服 这熊大爷以后有的吹了 看见没有 价值连城的东西 在我们家也就是块石头做的洗衣板 消不消账 这个开玩笑了 估计有了熊大爷这事呢 周边乡里边会出现一波寻宝热吧 是 整不好谁家的酸菜缸啊 那都是百里文物 所以福老乡亲们 赶快狭决心 仔细找找吧 是吧 好吧 说一下 我们就来就把视线转向山城重庆 这个山城话说是名不虚传 道路上下盘缓 桥梁高低穿插 乘在山中 山在楼间 你家一楼 正是别人家的楼顶 轻轨列车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惊陷在眼前 又悄然消失在旁边 如果说再等上几个月的时间 再去重庆的话 肯定还会有新的感受 那是必须的 我就特别想去看一号 这个下半年即将建成了世界 首座躺着的摩天大楼 长得是这个样式的 哇 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太震撼了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摩天大楼都是立着的 对吧 但是重庆的这个呢 却有一部分是横向建设的 这个这座长度超过300米的 廊桥形建筑 建在300米的高空 耗资240亿啊 它把四栋大楼连接起来 被称作世界上最高的空中桥梁之一 真的是太壮观了 我感觉好像我们怎么描述都不够直观 那好办啊 导播给大伙上一段视频啊 整体了解一下世界首座 横着剑的摩天大楼的整体构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之一 漂亮 真的是大开眼界 远远望去 蔚为壮观 灵动飘逸 宛如巨龙腾空 又似雨后长红 老师我这座文写的怎么样 我看一看 很拔死的 这个外观雄奇 内部功能也十分完善 这处摩天纳楼的建筑群里边 集合了购物中心 办公楼 公寓楼 酒店及主要的交通枢纽 轮渡地铁和公交的站点 这是属于一个超级的城市综合体 要我看就是一小型城市 对啊 但是这座重庆新地标 也将会创下世界纪录 它拥有世界最高 连接塔楼数量最多的廊桥 而旁边的塔楼 也是有较小的廊桥相连的 这个意味着 人们不用下到地面 就可以在八栋楼之间 自在穿梭了 想象一下 如果你走进悬空而建的大楼 通过玻璃墙面鸟看下面的广场 这感觉得多么奇妙啊 我感觉胆子大的人 是可以走到两端 去看一看那个 装着透明地板的户外观景台的 那个是足够刺激 当然郭老师 你这刺激是视觉上的 重庆还有一个 全身心都刺激的交通设施 你用过没有 哪个 就就就下边这个 叫旋转滑梯上图 你确定这个是 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吗 不是儿童乐园 必须不死 最近呢 重庆有一个轨道站呢 就设有一个旋转滑梯 城市份可以滑着下轻轨 出溜一下到地面 这多好玩 这个感觉确实不错 应该体验一下 话说这个滑梯呢 建在重庆轨道交通三号线 渔动站八号出口 它的长度超过十米啊 我估计体重太大的人 是不是不能让用啊 是啊 实际上这个滑梯呢 并非出站的通道 而是相连商场设立了 八岁以上 而同期体重一百斤以下的人 才可以使用这个滑梯 就是大多数男士 应该都是不能够 做这个滑梯的 稍微重一点的女士 也不行了 但是小朋友可以啊 也算是城市中的 一点乐趣吧 是啊 说得下我们今来要说 这事的地点还是在重庆 交跟重庆干上了 对 因为现如今网络上的主播 为了成为红人 各种吸引眼球的行为 真的是遍布网络 前不久的 重庆的市民小李就录了不少 骑摩托车的短视频 发到了社交平台之上 对 各种刺激 甚至是让人胆战心惊的炫技 也来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那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了 这个炫技的背后 暗藏着不少可能会危及 他人的安全隐患 这些摩托车炫技短视频 是朋友给小李拍摄的 镜头中摩托车时而 金基独立 时而左右摇晃 小李则贴在车身上 不停地变换着各种骑行姿势 视频通过社交平台迅速扩散后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粉丝们为小李过瘾的技术点赞 而一些细心的网友 也发现了其中的安全隐患 小李表演的地方 是公共道路和人们休闲的广场 一旦出现意外 会对过往行人造成 无法挽回的伤害 随即网友根据视频 将情况反映给了当地焦寻警 经过近十天的巡查 6月24号上午 警方将小李和他的炫技车辆查控 调查中民警发现 和小李一样 有炫车技爱好的人不止一位 而更让人担心的是 他们都是没有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的未成年人 他还有一些所谓的 自动导火的朋友 而且这个车子是通过 他们是通过在网上购买的 经过我们鉴定 是属于非法改装的 非法评装的 其中一台 而且还是保费机动车 据调查 小李和其余两个朋友 都来自贵州 都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 三人在将近 双幅某工厂上班 闲暇之余 就邀约练车 炫耀车技 但他们在沉浸于表演的同时 没有意识到 这样的做法 会带来安全隐患 目前警方已经通知 他们的监护人 签来进行处理 都是为成年人 对安全这根弦 还是绷得不紧 炫技一时 觉得好像挺自豪的 其实就是一种盲目的虚荣 而且就算想 以后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 我们也得有了 驾照再上手 一切都得以安全为前提 安全是好重要的 家长回家 可以好好管理 不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一切 交通参与这里安全 千万不能忽视 不能忽视了 这两条微博上 有一个话题挺热的 这个是在6月24号的 9点52分 网友叫做CC269 他发布了一条微博 抱怨说 自己做的客机当中 毛毯过少了 并且爱特了这家航空公司 这个爱特了这家航空公司 就是想让人家知道一下 了解一下自己的不满 对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微博的内容是什么吧 有一个机舱几百人 然后只有几十条毯子 问空解药毯子说发完了 我摆动了一下 为什么飞机毯子不够 说法不一 有的说毯子是对应座位的 不存在不够的情况 所以只有南行这样吗 一条微博 就这样发了去了 本以为没什么动静 但是几个小时以后 一大波网络远 啪嗨一下就拍过来了 对 让网友 CC269万万 没有想到的是 400多条微博 网络辱骂行星 还有几条私信跟若干转发 这还不算什么 他竟然被扒出了学校等个人的隐私信息 这个真的是挺吓人的 我们来看一看都是什么样的评论吧 有一个是这么说的 你买票的时候上边写 有人均一条毯子吗 本来就为了有需要的旅客提供方便 被你们理解成必需品 你坐公交坐火车会为人要毛毯吗 这是满满的质询 这还算是客气的 一条毛毯就让你这么去还要百度 这么大个人了 出门在外 常识都没有 您等等吧 还有网友这样说 说没有头等舱的命 得了头等舱的病 巨婴 这评论太多啊 就不在这一一说了 但是北京日报记者分析说呢 从评论区来看 这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一起有组织的网络暴力行为 是的 北京日报记者了解到 有一个叫做报解的人 是主要发言者 他是引领者 民航小报报解 6月24号在公众号发表了一篇 名为大家快去给这位旅客 发条毛毯的文章 正文中放了网友 atcc269的微博截图 并配上了 我好怕他快冻死了的文字 就在民航小报报解的号召之下 一批水军浩浩荡荡的 杀向了cc269 就在6月25号凌晨2点36分 网友atcc269发文 详细描述了此事的发展经过 并澄清 由此看出毯子一事 我初中是给航空公司来提一个建议 我以为他们喜欢乘客的反馈 不是针对空城 其实让他更为难受 甚至是恐惧的事 他说没有想到看到了 400多条对我的辱骂 讽刺和私信等网络暴力 以及十几条的转发辱骂 还有几条私信 26号微信公众号民航小报报解发文 毛毯之争是我的错 向网友atcc269道歉 文中说呢 因为这件事情呢 业内诸多的成员过去其评论里边的解释 当然也有部分言论过激 可能导致发布者的微博觉得受到了误解和辱骂 本次事件导致的网络暴力是我们的错误 虚心接受所有的批评和教育 对不起 6月26号13点42分 网友cc269针对这件事情 劝说网友说 停止以暴制暴 而为了心事凝人 目前他已经将微博改名了 事情到此基本上是算是告一段落了 但是回味一下这个事儿 并不大的事儿啊 普通用户的一条吐槽微博 竟然遭到了这样的规模的网络暴力 甚至被扒出个人隐私的信息 让人细思疾恐 披着虚拟ID头像进行恶意评论 绝不是一场无关痛痒的游戏啊 是啊 今天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说据预测 与常年相比 我省今年训期 全省降水偏多一成至三成 美确保今年安全度训 我省九大水库 积极开展训前备战 截至目前 应急预案全部制定完毕 安全责任全部压实到位 九大水库 首次启用卫星小站 全部开通防训卫星电话 以保证应急状况下的通信畅通 此外 割水库均配备了两台柴油发电机 作为备用电源 紧急情况下 可随时投入使用 说昨天下午 东北大学在刘长春体育馆 举行纪念建党98周年表彰大会 即讲述东北人的故事典型推介会 通过视频展示 访谈 经验分享等丰富多彩的形式 推介展现本校优秀师生的典型事迹 被誉为东大版的 感动中国推介会 再现了教学科研一线火热的奋斗场景 说 沈阳市2019年中考将于6月29日至7月2日进行 除了常规的考试须知 提醒大家一下 考前 考证的准考证如不小心丢失了 可到报名所在的区 县市考试机构进行补办 进入考场前 考生若发现自己的准考证忘带了 不要慌张 在进入考场时 立即向监考教师报告 监考教师会根据准考证存根和对考生样貌 确认是考生本人之后 允许考生先参加考试 说 到我省沈阳洽谈业务的外地客商 驾驶商务车 刚下高速公路 发现机舱就冒起了浓烟 向景物工作站的执行民警求助之后 民警立即组织 帮着排除安全隐患 并联系维修人员帮忙将车修好 民警客串消防员 赞 说沈阳有一座建筑博物馆 这里能将世界经典建筑一网打尽 还珍藏着沈阳人记忆中老建筑的印记 在沈阳建筑大学校园里 只有这样一座建筑博物馆 除了对本校学生开放以外 以后每个周末 还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好嘞 说一下 接下来咱们进一小动广告 广告之后 咱们来关注一下奥运会新增项目 对 之前有呼声说 电竞项目要纳入奥运比赛了 最新消息是吴运 但是亚运会不进了 但是另外一项新增项目 也挺让人意外的 广告之后 咱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我们给大伙分享一个好消息 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 和辽宁演艺集团 强强联手 共同打造的富红之下 文化惠名广场演出系列活动 走进辽西 将于6月28号晚 在复兴万达广场 6月29号晚 在朝阳万人广场 接连进行 是的 作为文化惠名系列演出活动 演出节目非常精彩 通过组织省内的演艺名家 并且吸纳当地的优秀演艺人才 以歌舞诗词 朗诵戏曲 杂技魔术跟小品 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欧歌祖国和我省 70年的发展变化 反映我们百姓 日新愿意的生活 传播幸福 传递快乐 复兴和朝阳的历史文化 非常悠久 复兴被誉为 玉龙故乡文明的发端 对 朝阳是拥有灿烂的红山文化 被誉为世界上 第一朵花绽放的地方 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 您可以约上 家人朋友 白天寻求历史文化的踪迹 傍晚到活动现场 来看看精彩的文艺演出 参与互动 还可以获得 复兴集团提供的各种奖品 对 今年惠民演出 已经举办了9场了 预计会举办28场活动 具体的时间地点 您可以关注我们 辽宁广播电视台 卫星频道 都市频道 交通广播等栏目的 还有公众号的报道 好嘞 说等一下 我们新闻继续吧 来说一说 有关奥运会的重要消息 说这个奥运会 不是要加项了吗 是啊 有新的体育项目 就要加入到奥运会 大家挺当真了 是之前大家都在说的 e-sport 电竞项目吗 不是 电竞项目 已经彻底无缘奥运了 国际奥委会 刚刚宣布说 原则性同意 2024年巴黎奥运会 增设 霹雳舞 滑板 攀岩 以及冲浪 四个大项 滑板 攀岩 冲浪 还有霹雳舞 这四个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冷门的项目 尤其是这霹雳舞 就是跳舞 也能参加奥运会了 这真挺 让人感觉意外的 这个 这个不是巴黎奥组委提议的吗 2024年的夏季奥运 将会在法国巴黎举行 而巴黎奥组委 就向国际奥委会提议说 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打算增加四个冷门的项目 分别是霹雳舞 冲浪 攀岩 跟滑板 而国际奥组委 已经在原则上同意了 一直以来奥运会的项目 也有增有减的 这一次是巴黎奥组委 什么会 有一个在选择 这个霹雳舞 滑板和冲浪 攀岩以及冲浪 里边这个探讨的问题 巴黎奥组委说 这个是为了加重观众 跟奥运会之间的互动性 增设更多的大众项目 让奥运会更加的大众化 这也是为了大家 可以更好的体验到 奥运会的氛围 也有点道理 但是电竞不也挺大众的吗 对吧 当然还有一些爱玩冲浪的 攀岩和滑板的也挺多的 其实在增设的 这四个项目当中 除了霹雳舞是新的 其他的三项 在2020年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在 东京奥运会上 正式成为了比赛项目了 说起来看 相对于冲浪 攀岩和滑板呢 霹雳舞也不太像竞技体育 更像那种表演 霹雳舞它其实是起源于美国 它的创始是美国歌星 詹姆斯布朗 他在1949年的时候 在电视上当时唱新歌的时候 自己创作了一种稀奇古怪的动作 青年人是竞相模仿 并且在街头进行跳舞比赛 因为这种舞蹈 大多数都是在街头表演的 所以又叫做街头舞蹈 那是不是就我们平时常说那街舞啊 对于跳霹雳舞的人来说 其实霹雳舞是一个专用的名词 只有那些贴近地面 以头肩背 膝为重心 迅速旋转翻滚的动作才叫做霹雳 而在全世界的范围当中 其实喜欢霹雳舞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在去年霹雳舞就正式登上了 贝诺斯艾丽丝的青奥会 所以这次霹雳舞可以加入到2024年 巴黎奥运会也是没什么问题 根据安排未来一年半里边 国际奥运会将继续对这四个项目的进行考察与评估 直到明年年底 国际奥运会执委会 对这个2024年奥运会的项目设置 做出最终的决定 我琢磨着呢 喜欢霹雳舞的人会越跳越有劲 毕竟还有机会参加奥运会拿奖牌 是吧 说了一下我们先继续吧 说6月26号 在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全会通报当中 世界反兴奋纪机构主席克雷格里迪爵士 宣布说中国冬奥首金得主杨阳 成为了世界反兴奋纪机构的 副主席候选人 恭喜恭喜 其实早在今年5月 国际奥运会在洛桑召开的执委会 就决定提名杨阳 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代表 竞选世界反兴奋纪机构的副主席一职 对与此同时 提名波兰体育跟旅游部长 维托尔德班卡 成为了主席的候选人 为什么这个时候选举呢 因为现在啊 现任主席里 李迪爵士 今年年底就要退休了 对就要卸任了 昨天他向国际奥运会 介绍说呢 邦卡和杨阳将在 今年11月5号到7号 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选举中呢 成为世界反兴奋纪机构的 主席和副主席 我祝他们成功 显而易见啊 这俩人均是前运动员 他们当选会让这个运动员的声音 得到保证 与此同时呢 他们也将继续来保护体育的纯洁 运动员将成为 WADA的最核心的部分 对新当选的主席跟副主席任期是三年 从2020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走马上任 那对于这一份殊荣 杨阳说是信任更是鼓励 同时也是压力和责任 自从国际奥委会 执委会宣布之后 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当中 我在努力的去全方位了解WADA 这次来到洛桑呢 我也是跟各方开会了解情况 我会全力以赴 营造一个更加干净的竞赛环境 在运动员时期呢 杨阳一共获得过59个世界冠军 创造了无数的辉煌 2002年夺得了冬奥女子短道速滑500米的金牌 成为中国第一位冬奥会的冠军 对 同样是2002年的时候 在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上 杨阳是一举夺夺得了短道速滑500米 1000米1500米 以及个人全能四枚金牌 实现了个人全能项目上的六连冠 在退役之后杨阳就开始了国际奥委会的工作 杨阳曾于2010年至2018年担任国际奥委会的委员 期间呢担任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委员 深度参与了国际奥委会各方面的工作 对 而且还曾经作为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的委员 参与了有关俄罗斯兴奋级事件的调查 所以有了这些基础 我们也相信一旦竞选成功 杨阳一定会胜任这份工作 好 祝福啊 接下来咱把目光转向英国 这个英国皇家阿斯科赛马会 每年六月的第三周都会如期举行 今年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 因为是一项传统的赛马盛会 所以每年这一天呢 英国人都会盛装打扮 涌入一个叫布尔克郡的 叫阿斯科特的小镇 皇室自然就是这场盛会的焦点了 那今年从女王到王妃 以及公主们都是选择了蓝色系 而且呢是以戴紫调子那个浅蓝为主的 诸位上演呢 首先登场的飞逝旁人 是93岁的伊丽莎白女王 这女王呢坐着马车啊前往现场 女王穿上了一件浅蓝色的礼服 裙子部分有荷叶边的设计 在领口呢还有朵朵黄花 点缀的是恰到好处 女王是选择了一款褶皱边的原型礼帽 上面印着黄色的花朵 这个跟领口是相互会印的 于是有媒体就总结了说 彩色的长外套加上同色系印花的衬裙 再加上花朵装饰的原礼帽 加上多层珍珠项链 这是女王 以不变应万变的统一造型 像凯特王妃呢就是一身蓝色纱裙 同色系的花朵大眼礼帽 这个准确的说呢是人比花娇 由于这个梅根王妃还处在厂后恢复期呢 尚未公开露面 这场年度生活也成了凯特王妃的独角戏了 今天的庆典还有两位特别嘉宾 就是荷兰的国王跟王后 荷兰王后入乡随俗 花朵鞋式帽子也是格外的抢眼 远远看去就有一种花团紧簇的感觉 众所周知啊 皇家赛马会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最早可以追溯到1711年 对 其实当时酷爱赛马的英国安妮女王 她是策马出游 而在离温沙城堡不太远的阿斯科特小镇 就发现了一片宽阔的绿地 很适合举办赛马活动 于是她提供了100枚金币的奖金 在阿斯科特举办了第一届赛马会 并延期至今 赛马会对参与者的服饰 有严格的繁琐的要求 虽然在不同的观赛区 着装的要求严宽不一 但总的来说 女士一般着裙装 裙长必须达到或超过膝盖 然后你知道今年的要求吗 今年是严格不许裸肩 但是可以着裤装 裤长是必须要遮住脚踝的 而且所有女士必须要戴帽子 或者是直径超过10厘米的头饰 此外赛马会更是一场帽子大秀 无论是盛装出席的贵族 还是来凑热闹的平民 一顶醒目的帽子 是必不可少的 眼花缭乱的帽子 海洋是这场盛会的另外一大看点 那这样今天我们的唱说天下 就来感受一下吧 带大家会去看一看 貌美如花的各路嘉宾 帽子的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叫礼仪嘛 因为在英国其实男士们在赛马花园会上他们都会穿传统的燕尾服跟布鲁与点点栏目 鲍博帽边缘有那种凹形的弧度 这个内达小马甲领带口袋方巾一应俱全 撑了必备的雨伞圆汁圆味的英伦绅饰范 只要帽子足够漂亮就可以当仁不让 远远看着都很开心 是啊 算了一下 下面呢咱们把目光转向斯里兰卡 来关注发生在那里的大象走私案 因为涉嫌参与盗卖右向一名斯里兰卡环境保护局的高级官员25号 与7名同案嫌疑人出庭接受审礼 是的 斯里兰卡检察官尼莎拉贾亚拉特纳说 这个是斯里兰卡司法历史上第一宗大象走私案 环保局的副局长乌帕利火同他人 2014年到2015年捕猎并且占有多头右向遭到了33项指控 官员参与右向走私这些可怜的大象啊 野生动物专家说 10年间大约是有40头右向可能会遭到了盗猎 以每头12.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数十名超级富豪 恭候者炫富 环保人士指认说为了捕获右向 盗猎者通常会杀死母象 多残忍 多残忍 为了捕获右向就把人家妈妈给杀死了 而且据了解在斯里兰卡 超级富豪认定家中饲养右向是身份跟地位的象征 而作为传统上层人士同样热衷饲养大象 用于参加佛教节日庆典游行 那这一次他们的非法勾当应该是要受到惩罚了 因为如果罪名成立的话 盗猎右向可能会面临至多20年的监禁 确实应该好好惩罚惩罚 环保团体指认非法右向交易 导致斯里兰卡大象数量下降 另外斯里兰卡野生保护区周边 不时上野人像大战 受栖息地环境改变的影响 象群时常会闯入村庄 寻找食物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 斯里兰卡境内现有大约7500头野生象 政府数据显示在过去5年 人像冲突致死375人 同一时期村民们报复性杀戮将近1200头大象 是的 有保护人士说 人类误杀大象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村民把爆炸装置藏在食尔当中 捕杀野猪等其他动物 而大象不时会成为受害者 希望通过这次的大象走私案 让那里的人们能够伸向大象 将伸向大象罪恶的手 赶紧给他停掉或砍断 接下来看这些消息 说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上线运营已满两年 自2017年6月26日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正式在京湖高铁上线运营以来 截至2019年6月26日 北京铁路局累计发送 乘坐复兴号列车出行的旅客 8920万人次 单日最高达到27.9万人次 客座率达到93.8% 目前北京始发的附近号 可通达17个直辖市 省会城市和自治区首府 书翁一块来自澳大利亚的 自然金块霹雳王 亮相位于杭州的浙江自然博物馆 其重达3500克 酷似闪电 因此被誉为自然金中的霹雳王 自然金可以是树枝状 粒状 片状 块状等等 产于原生矿床当中 像霹雳王这样高大的自然金 是颇为少见 说昨天 5GAI新一代无人驾驶汽车 亮相2019南京创新州 从上车 行驶 转向 运道 减速载道泊车 车辆都能够对行人 车辆 障碍物 交通信号灯和指示牌做出快速反应 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长歼 说近日 南宁海关联合广州海关基司局 成功打掉一个海产品走私犯罪干火 此次行动 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 现场查扣 涉嫌走私入境的香罗 龙虾 青械等海产品约40吨 该团伙自2018年9月至今 供计涉嫌走私入境 香罗 龙虾 青械等海产品约2000吨 涉案案值约2亿元人民币 涉嫌偷逃国家税款5000多万元 说两起困难过后 美国波音公司的声誉可谓一落千丈 737 MAX客机也陷入全球停飞的尴尬境地 而何时复飞尚无具体时间表 不过波音公司仍然坚持囤货 但由于数量太多 无处安放 大量带交付的飞机 开始挤占员工的停车场 说美国一家公司 利用猎鹰重型火箭 将152名死者的骨灰送入太空 举行一次太空葬礼 每克骨灰收费4995美元起 参加太空葬礼的骨灰 放在一颗名为轨道试验台的卫星当中 这些骨灰预计会随卫星 在地球轨道上飞行约25年 最后像流星一样被人尽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 广告之后咱们来说说带娃的事 带娃是一项特别需要责任心跟耐心的工作 最近网上有一段妈妈扑救孩子的视频火了 再晚一秒后果都不堪设想 广告之后咱们就来给当父母的提个想 带娃真的是不能有意思一点的马虎 来个大伙说一个好消息 我省首当大型民间鉴定收藏文化节目 北方健保六月海选是再次开启 是的六月三十号走进朝阳卡佐 北方死陶之都 国内一线专家坐镇 拍面行艺术馆参与确定收购意向 欢迎广大藏有报名 报名热线400-099-9867 北方健保北方频道正在热播 每周六21点18分播出经编版 每周日16点56分来播出完成版 是的 说了一下 我们进来再来说一个每位家长都应该警醒的事 最近有一位母亲 在孩子坠楼瞬间闪电旧址的视频 关注度很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视频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有一对母子是从电梯出来之后 停留在了高层建筑的楼道里 是啊 妈妈专注着看手机 松开了孩子的手 然后这个男孩就一个人走到楼梯护栏的旁边 伸头往下看 而这个护栏其实并没有玻璃隔板 结果呢 男孩就突然失去重心 扑倒下去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正在玩手机的妈妈 余光呢 这个 撇到了这一幕的一个飞扑倒地 再男孩滑倒了最后一刻 拉住了他的脚踝 这事太惊险了 就是看得特别紧张 只要那会儿你看孩子的头跟 大半个身子都已经探出户来了 一秒啊 再晚一秒都来不及 半秒都不行啊 这个看着心惊肉跳的 有网友说呢 孩子那么小不懂得危险 家长带小孩的时候心思不在孩子身上 满眼都是手机啊 手机万一发生危险 一切苦果只能各几个儿去品尝了 现在很多人确实一个小时不看手机 可能比一天不吃饭还难受 但是不知道这个视频能不能够提醒到当家长的各位 最起码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一定要放下手机 我们经常调侃说呢 自己可得了手机 但随时玩手机 有的时候真的是在玩命 还记得这个画面吗 前面是看着手机的妈妈 后边那个小黑角 就是在水花里边挣扎了半天 最终不幸溺亡的孩子 这个妈妈也是背对着孩子在玩手机 而身后一岁多的孩子涌圈翻了 一头扎进水里 挣扎了一分多钟 真的是太救兴了 还有深圳一个年轻的妈妈 独自在家里边带娃 却只顾玩手机 玩手机 没注意到一岁的女儿 跑到厕所边玩水 结果女儿不小心 一头栽进水桶 等十多分钟以后 当妈的才发现自己的孩子 已经在水桶里边溺亡了 一个十多平米的房子 其实并不大 如果她可以在孩子离开的时候 不专注在手机上 或许她就可以听到孩子的哭声 孩子有可能就幸免于难了 可是最残酷的一点 就是她没有如果 悲剧可能就发生在一瞬之间 而且是没法挽回的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就是我在你身边 你却在玩手机 即便是很安全的环境 一个玩手机的父母 和一个渴望父母陪伴 而不得的孩子 也是一个让人看了之后 很难过很难过的话 有孩子就说过 一个叫手机的怪物 抢走了我的爸爸妈妈 陪伴明明是一个温暖的词 却让有些孩子 觉得如此的遥不可及 所以带孩子的时候 请我们全心全意的 把手机放下 孩子比手机重要得多 警钟长铭 请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吧 孩子的事总是能够 特别引人关注 我问你 如果一个四岁的孩子 能独自出门吗 四岁这么小 哪放心自己出去呢 去哪家长都得跟着 浙江温州 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 不仅是独自出了门 还走了三公里的路 从家里跑到了镇上 竟然是为了去 给自己的小姐姐送牛奶 虽说四岁的小朋友 自己出门 还跑这么远的路 这事挺危险 但这个原因真的是太暖了 对啊 这个事情发生在23号 下午三点多 我们给大家看一段 监控录像拍摄来的画面吧 当时路上的车流量不大 不小 就大家会注意到没有 其实这个画面当中 画红圈的那个 就是那个小朋友 他面对着来来往往的车辆 真的是有一点 不知所措的感觉 等到交通灯变绿了 小男孩通过路口了 等到下一个路口 监控拍下的画面 就让人很担心了 小男孩走在了马路中间 旁边不是有车辆通过 真的是好危险 对啊 好在这个时候 就是温州那个派出所的民警 就出警完之后 然后开着车 正往所里赶呢 他就在这个车流当中 发现了这名小男孩 立马停车查看 出于安全考虑 这个下警官就简单地 询问了一下小男孩之后 把他报上了警车 这个遇到警察叔叔就好了 下警官呢 询问了小男孩 怎么孤独一人 孩子说呢 他想去找姐姐 说他想姐姐了 给姐姐想送牛奶 对这个小男孩有一个13岁的姐姐 他是在镇上的补习班上课呢 小男孩跟奶奶在家 因为很想姐姐嘛 他就趁着奶奶不注意 从家里拿了两瓶牛奶 想给姐姐送去 就偷偷出门了 这个理由实在是太暖心了 姐弟俩的感情肯定特别好 不过小朋友啊 你才四岁啊 自己出门 还去那么远的地方 实在是太危险了 幸好遇到了警察叔叔 对啊 警官知道了小男孩的初衷 也是被这个小暖男给暖到了 虽然说小男孩 不知道补习班的地址 但是知道名字 然后这个警官就一路开车 陪着小男孩找到了姐姐 他跟谁在一起的 那他怎么过来的 他在哪里找到的 就马路边的 他不会把这个送给你吧 特意从家里 你从家里拿来送给姐姐的妈妈 你从家里走出来 你从家里走出来 哇塞 我还不危险 下次那种下次 你自己出来的 那赶紧先接着 接着 你这么远 你帮我再拿点 我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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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电话打一下 真是太暖了 看见姐姐又举起小手 要把牛奶递给姐姐 我估计这个姐姐 当时都有点懵 本来应该在家里的弟弟 怎么就这么出来了 对看到小男孩找到了姐姐 夏警官呢 就嘱咐补习班的老师 看好姐弟俩 就才放心的离开了 小家伙这寻解猪肉 也算是有惊无险 虽然说呢 小朋友跟姐姐感情好 很暖心 但是自己跑出来 这事呢 还是挺危险的 对 估计啊 奶奶在家里边 也都急坏了 这是幸好遇上了警察叔叔 大家伙在被小男孩 暖到的同时 也要看好自己家的小朋友 注意了 好了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吧 说炎炎夏日呢 正是吃货们狂欢的季节 晚上喝点啤酒 吃一点小龙虾 工作了一天的疲惫 都会一扫而坑了 你怎么知道呢 对吧 现如今的小龙虾 大量上市 各地的需求量都不小 运输就成为了重中之重 不断奔向人们的餐桌 但是在6月24号的时候 有五吨小龙虾 就没有被端上餐桌 却在扬州启阳高速公路上 撒起花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去看看 一辆白色货车 侧翻在行车道上 挡住了两股车道 过往车辆 只能从应急车道 勉强通行 由于货车车厢损坏 成千上万的小龙虾 跑出来 密密麻麻 爬满路面 拾救人员 一边调集救援车辆 一边拿起铁锹扫把 进行清理 司机介绍 货车装载了五吨小龙虾 从湖北武汉 前往泰州兴旺 行驶到这一路段时 自己紧急避让前方车辆 结果发生了侧翻 信任是 只是手臂受了轻伤 并无大碍 交警将司机送往医院治疗 并将货车翻证 脱离现场 警方还在对事故原因 进行调查 五吨小龙虾一万斤 我眼前都是蒜蓉 十三香麻辣 在奔跑 太可惜了 好在司机没什么大碍 要不然真的是 一起令人伤心的意外了 所以告诉行驶 安全第一 同时要避免疲劳 把一切隐患都杜绝 才能够安全 到达目的地 各位谨慎吧 眼看着暑假就到了 大小朋友们 你们想好 去玩玩了吗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 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要为大家 会来送福利了 每天免费送 水阳某海洋乐园的门票 一直持续到7月6号 玩水系沙河冲浪 相当的酷爽凉快 同时还能看 白金某某海豚 且有机会 与王浩一起为 公益清凉跑 对 想要到海洋世界当中 感受夏天 最凉爽的海洋丸的话 您可以关注 我们说天下的 官方微博 老师说天下 先来是新闻速读 120秒 说一只名叫 依莎贝拉的天鹅 在英国剑桥大学 边上的剑河里 称王称霸 英国法律规定 建合公共区域的 天鹅归女王 所有不可侵犯 有女王罩着 依莎贝拉有恃无恐 各种袭击游客 偷游客的随身物品 她们还曾经与狗斗 吓跑梅花路 甚至跟水牛叫板 屡次登上英国报纸 小编我向英国人 推荐一道东北大菜 铁锅炖大鹅 女王尝了 肯定说好 说日前 一名女子乘坐 加拿大航空的航班 飞往多伦多 中途 她在飞机上睡着了 当她醒来时 发现机舱内一片漆黑 只剩她自己一个人 原来飞机早已经降落 机上乘客和工作人员 都走光了 而正巧这时候 她的手机还没电了 她压抑住内心的恐惧 在驾驶室找到一个手电筒 然后撬开飞机舱门 成功获救 说近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一位执法人员 对一只乌龟进行了拘留 原因是她阻碍了交通 当时这只乌龟 正缓慢地沿着公路行进 治安官方特诺特 在例行巡逻中注意到她 治安官试图让这只乌龟 把路让开 但遭到了她的拒绝 继续向前爬行 于是治安官迅速拘留了 这个嫌疑犯 在与这只乌龟 就其危险行为 进行了一番真诚的交谈后 她在自己的担保下获释了 治安官将这只乌龟 放生到了附近的树林中 说近日河南许昌一名男子 做饭途中下楼倒垃圾 不料被关在门外 而这个时候 他家里还在开火煮东西 他害怕家中煤气熄灭导致泄漏 便想从楼上通风口 下到自己的家中 但因为体型过胖 被卡在通风口里 最后在消防人员的配合下 男子被成功救出 索性没有大碍 看来这个老兄 对自己的体型 没有充分的认识 卡在通风口 这一会儿都熏出香味了 说近日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 使用3D打印机 创建了一种独特的模具 这些模具的设计 类似于自然的微环境 通过半毫米宽的微小延伸部分 刺激毛囊生长 此外 他们还发现了 可有效刺激毛发生长的 新型生长因子混合物 据称 新方法能够以最终允许 无限量供应毛囊的速率 生长毛囊 好 另外节目的最后 咱们来听一首歌 亲们明天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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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